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23首 越听越好听,越听越洗脑的逆行神曲 1998年10月发表的Jackie Koppel 在发表当时也拿下了一位的 是代表了90年代Jackie的歌曲 而时隔18年在Jackie出演一个综艺节目后 Koppel这首歌重新在排行榜上逆行 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这首歌是在2004年发表的 Kim Jong-Kun Solo第二张专辑的后续曲 原先主打歌是舞蹈风格的歌曲Feeling 但是因为反应不太好 所以不到一个月就停止了宣传活动 而后来Han Nam-Jah这首歌 在综艺节目Xman中 被使用为Kim Jong-Kun-Nen Love Line的主题曲之后 开始走红 在专辑发行三个月之后 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让歌手Kim Jong-Kun重新复活了 很多人都说 如果没有Han Nam-Jah这首歌的逆行 可能现在就看不到歌手Kim Jong-Kun了 2010年5月 Yun Jong-Kun发表这首歌的时候 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但是在当年10月8号 出演选秀节目Supostakei的Kong-Soon-Yun 以这首歌表演了舞台之后 歌曲开始逆行 很快就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这首歌在2011年7月发行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很高的关注 但是成员们在一个综艺节目里 非常努力为自己的新歌 做宣传的片段播放后 这首歌也慢慢有了反应 结果在歌曲发表第7周 最后一场音乐节目舞台 拿下了一位 这首歌也给Inpeed带来了 刀群我IDOL的称号 其实不只是这一首歌 应该说是好几首歌一起逆行了 在New East出道6年次的时候 出了成员Aaron 其他四位成员们都参加了 Produce 101第二季之后 获得了非常够的人气 结果在节目结束后的当天凌晨 New East的五首歌都一起逆行了 其中Hello这首歌 成功拿下了音乐榜的一位 Crayon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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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网友们的反应都是 但是透过经纪公司持续的宣传 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 被这首歌洗脑 结果这个使用韩币38万 在倒闭的游乐场拍摄的NB 开始爆红 最终在2013年8月30号 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然后在2014年也被Lady Gaga邀请 出演了Lady Gaga的北美演唱会 Ladies Court的I'm fine thank you 这首歌在2013年9月发表当时 因为是收录曲并没有被很多人知道 但是在2013年9月3号 因为车祸Ladies Court的两位成员 NB-Rise离世后 网友们得知这首歌是NB生前 最喜爱的歌曲之后 开始逆行 最终在韩国9个音乐榜 拿下了音乐 这首歌在2013年刚发表的时候 成绩也算不错 之后在2017年3月10号 韩国Pakene的通宁被罢免之后 这首歌重新急速逆行 拿下了急上升一味的成绩 2014年刚发表这首歌的时候 反应非常不理想 导致所属公司也放弃了宣传活动 但是直到Honey的饭拍影片爆红之后 这首歌成功的在音乐榜音乐节目 拿下了一位 EXID一举成为代表K-POP的女团了 这首歌一发行就在音乐榜上拿下了一位 有了非常好的成绩 之后也很长时间维持在音乐榜30位左右的拍名 但是在婆底门非常心疼的那一个舞台 对 就是连续跌倒了8次 但始终都非常惊艳完成的那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影片在国内外的网络爆红之后 Onerbot 50这首歌在音乐榜上的成绩 又大幅的上升了 不仅仅如此 在第二年发行新歌Sigana Talisa的时候 Onerbot 50这首歌又重新逆行 上升到排行榜的10位左右 创下了一首歌两次逆行的大记录 2015年10月份发表的Archew 在11月宣传活动将要结束的时候 排名是在670位之间 但是在成员Key Ducujang去演一个综艺节目后 歌曲的排行也急速上升 在音乐节目也拿下了最高4位的成绩 Twice Wagen 2015年10月20号 歌曲发行第一周的成绩是50位左右 但是这首歌在网络上持续收到网友们的关注后 最终在2016年2月16号 音乐发表第120天 成功拿下了6位的成绩 并创下了当时最长时间持续在 音乐榜50位之内歌曲的成绩 也开始了Twice的神话 这首歌也是在刚发表的时候 反应不太好 但是在成员们出演了歌唱节目之后 歌曲在网络上慢慢走红 最终在歌曲发行的一个月之后 拿下了韩国所有音乐榜的一位成绩 这首歌在2016年11月7号发行后 马上就进入了音乐榜的四位 之后排行就一点一点的下降 但是在10月25号出演成绒演娃节 将歌词改成演员的相关内容之后 当天晚上 这首歌在音乐榜上开始逆行 不到三天就拿下了音乐榜的一位 第四天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这首歌在发表之后 只有两周在排行榜的一百位之内 但是在2017年12月18号 穷圆离开我们之后 歌曲再次收到了大中文的关注 最终登上了音乐榜的一位 2019年1月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 未能进入音乐榜一百位之内 所以在2月初就停止了宣传活动 但是之后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推荐这首歌 真的很好听 一定要去听听看之后 这首歌在音乐榜上的成绩也逐渐上升 结果在2月18号 成功拿下了音乐榜的一位 在音乐节目上也拿下了一位 2017年发表的伦理 在发表当时并没有收到很多的关注 直到2021年 伦理在军队探望演出的影片 在网络上疯传后 伦理这首歌也开始爆红 短短16天内开始逆行 成为了热门歌曲 之后马上在各大音乐榜 各大音乐节目都登上了一位 创下了EXID之后 最感动的逆行神话 将面临解散危机的Priple Girls 重新回到粉丝们的身边了 这首歌在2017年6月首次发行时 连音乐榜都没有进入 但是在宇宙行出演 Uyear Sketchbook演唱这首歌之后 这首歌在网络上的人气逐渐上升 很多歌手一般人都开始Cover后 最终在2017年9月 首次夺得音乐节目的一位 创造了宇宙行出道27年来 首次的音乐节目冠军 这首歌在刚发布时 并没有收到很高的人气 反而是被部分网友们嘲讽 歌词很幼稚 舞蹈过失 甚至被做成很多梗来嘲笑 结果在这些梗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后 这首歌从2019年开始 以歌词幼稚 过失的模型舞蹈 在YouTube上疯狂被转发 最终在2020年6月21号 在音乐节目上成为一位候选曲 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随后皮还拍摄了 韩国著名的临时广告 Cell Gang 这个谐音刚也让产品的销量翻倍了 这首歌在刚发行时 没有收到大中文的关注 但是在罗布里只出生的米朱 多次在埃及推荐这首歌 并表示 听完这首歌不知不觉地哭了之后 这首歌最终在2023年2月25号 首次进入美龙排行的日榜91位 作为既不是出生于大型经纪公司的组合 也不是抒情歌曲 单评歌曲再次进行到美龙前百位 是非常罕见的例子 这首歌在2022年3月30号刚发表时 因为一宣传不足 当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 而随着防疫措施的放宽 大学校庆开始复苏 尤娜登上了十多个大学的校庆 演唱了这首歌 结果透过现场观众们的口口相穿 这首歌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最终在音乐节目音源版都登上了 因为创下了个人逆行神话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也逆行 by bwd6 by bwd6 by bwd6